经济部合法亚尼矿权展现争议 原民会表达明确立场 认为原住民族地区矿场展现 都应践行原基法第21条资商同意权 我们原住民族基本法是不是有这样规定啊 是没有错委员 原民会是不是要坚持到底啊 是在新矿业权申请或者是展现这个阶段 我们都要践行那个原基法21条 没有错 原基法21条资商同意权 时常遭中央跟地方政府或财团业者漠视 包括这一次经济部合法亚尼矿权展现争议 政大副教授关大为建议 避免类似情形不断发生 未来矿业法可依循国土计划法 直接将原基法精神写入法律条文 像是在我们计划法里面 涉及到原住民族土地的这些相关的事项 必须要按照原基法的这个精神 去行使这个原住民族同意权 把这个原基法的这个原则写在这个国土计划法里面 那我想这个也是未来我们可以去思考这个旷野法的修法 可以去依循的一个方向 立委黎淑芬三月二十七号立法院质询矿物局长时指出 除了原基法二十一条之外 依照行政程序法第二十三条 应程序进行影响第三人权利 或法律上利益者 行政机关得以职权或申请通知参加为当事人 但经济部合法亚尼矿权展现 从未采纳居民意见 强调矿业法二十八条第一项 三十八条第二项 以及五十七条第一项 都明确指出矿业权有防害公益者不予核准 要求矿物局提供雅尼申请展现开采构想 却遭矿物局长朱明昭婉拒 随度保持环境维护矿场安全 矿灾矿害预防 这些开采构想里面的内容 立委跟你要 你竟然是说雅尼同意才要给我 因为这个资料保护法里面有规定 所以我们要遵循雅尼公司 他作为愿意提供的话 我们才能提供 如果他不违反这个营业秘密的部分 当然可以提供 水土保持环境维护矿场安全 跟矿灾矿害预防 跟营业秘密有关吗 不就跟在地居民更有相关吗 这个是宪法保障的生命财产安全 根据矿业登记规则第十条 开采构想应载民水土保持环境维护 矿场安全及矿害预防措施 林淑芬痛批矿物局说谎 指出依据政府资讯公开法 第十八条第七项后半段 政府资讯对公益有必要或为保护人民生命身体 健康有必要或经当事人同意 不应限制公开或不予提供 因此李淑芬认为矿物局没有践行行政程序法 政府资讯公开法以及矿业法 就核准亚尼展现根本就是违法 没有践行这个程序你就给他核准了 你怎么知道他的开采构想里面 水土保持是没有涉及其他人的安全的 所谓的生命安全的 大家都知道亚尼的下面就是聚落了 你怎么让我们居民知道 这个环境维护的内容 有没有影响到居民 你通通都没有践行这些行政程序 你没有认定第二十八条 所谓的不妨碍社会公益 然后你们就核准它 没有践行这个东西 这违法嘛 3月1号在通过的时候 没有经过我们的部落会议的通议 结果变成偷跑 来告诉我们说 经济部长李世光强调依法核准 但承诺会重新检释法规 环团跟多名民进党立委 一同在网路上发起联署 要求政府撤销雅尼矿权 并尽速修改不可时宜的矿业法 联署上线一周已经超过两万七千多人 而花莲秀林乡当地族人 仍在讨论是否北上陈勤抗议 记得五马斯五六台北市采访报导